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报道一则华审的新闻 华审即是杨千华 近年不受香港的网民欢迎 前一阵他上映的麦露仁 大家都说抵制 在网上骂得如火如荼 究竟看还是不看呢 大部分的网民都倾向不支持杨千华 杨千华自从去年出席回归晚会之后 就受香港的观众吐气 近期汪阿姐贵为人大代表 又和杨千华有点磨擦 昨天的娱乐头条 多间报馆的娱乐新闻也有报道这件事 这件事真是挺搞笑的 中秋将近不少人都会送赠月饼表示心意 当中包括娱乐圈中人 日前阿姐汪明泉在Instagram的即时动态中 上载所收到的月饼 包括杨千华送赠的美心月饼 随后相片再被转贴至Facebook各大群组专业 不少网民认为杨千华出手太低 纷纷留言耻笑 其实有三个重点 就是第一 汪明泉 你知道他玩Instagram是挺厉害的 他用汪阿Tag Tag了杨千华 那个月饼就是网民大家都非常吐气的美心月饼 喂 杨千华真是里里外外都红薄薄的 还是他已经跟网络的主流市场接不到鬼呢 当大家都在抵制美心集团的时候 他竟然敢送美心集团的月饼给汪阿姐 他是不是想着因为汪阿姐都贵为人大代表 所以跟声同气才送美心呢 但是为什么他送给人就美心 自己就吃Dior呢 网民认为杨千华出手太低 纷纷留言耻笑 那送礼就没有分低和高的 月饼你猜平 但是既然做得大名仙 有资格可以跟国家主席握手 喂大哥 你自己都吃Dior吧 美心月饼是平民送去平民家的礼物 网民也发现杨千华在IG story上做的Dior月饼 质疑她是阔老自己就沽汗人家 哎呀 又是坏的 有时候送礼物 要不就不要送 要不就不要送这么行的 喂 现在给汪阿姐公署了 根据汪明泉贴出的相片 杨千华送贈的是美心相枉白莲熔月饼 汪明泉 以其自创的汪阿Tag表示 多谢千华中秋节快乐 他还要写简体字 他怕你不醒我质多两千肉筋 来叹 其实汪阿姐也挺懂得玩这些东西的 说真的 你说汪阿姐人帝代表她鲁土吗 人家在旧香港搵食 旧香港是英国殖民地 我觉得阿姐用这个简体字 去踢杨千华 摆明就是玩玩 所以你想想 其实娱乐圈 无论是前辈后辈也好 总之就是跟红顶白 一沉就白踩 之前 郭富城 当众有串杨千华说他很丑 现在汪明泉就怕杨千华就没事了 就用这个 踢他也不要紧 还要用简体字来踢他 但是汪明泉之后做的事 其实我相信他觉得自己也是玩大了 所以他之后才要补卧 读完先 网民随即留言 他硬是觉得一盒东西 像是别人送给他再转手送 喂真的 我也觉得是的 你没有理由有心去买 你去买盒美心给人的嘛 对吧 但是我想送礼都是礼貌上的 他又没有想到汪阿姐那么帅气 在IG上又要拆了名 有网民就说和即场拆人情有什么分别呢 那就真的 但是即场拆人情 通常你会觉得是哪个肉酸呢 我又觉得两个都肉酸的 就是拆人人情的又肉酸 被人拆到人情的又肉酸 但是现在网民其实方向一面道 是说汪明泉 是帅啊 然后网民就说 他也是肉酸一点的 起码送回合半岛 唉真的 他说除了这个月饼售价相对较低之外 网民也留意到只有华字是写成简体 纷纷猜度汪明泉是否另有意思 就当然是啦 不要玩啦 就是人脑脑脑脑的 大哥 你哪有救他玩呢 你说玩这些政治炒作花生 那么汪明泉玩的东西就非常明智 他又不用吃人家的二手送尾 就立即成为全城的热话 这些真的是凭实力的 七十多岁依然可以炒作到一些新闻 那么我觉得这个行为有点就是打落水狗了 哈哈哈哈 那么说到月饼的新闻 原来发觉在大陆 有很多工厂都在做美心月饼和荣华月饼的艺品 即是毛牌啊 仿製品啊 帽子就打美心 但其实他们全部都是没有牌的 他说因为这些假冒月饼的仿真度是极高的 他说但是这个制作期间的卫生情况就不达标 这些是偷鸡做的 是没有发牌的 所以进食之后是有机会食物中毒的 而现在其实你在内地 你可能在淘宝或者一些网购平台 都出现着一些平价的港产月饼 那就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探便宜 因为之前看过一篇报道 因为那些月饼厂是没有监管的 所以他们开的地址 其实可能是不符合生产食物 他们都照做的 曾经有一个最离谱的就是 工厂旁边就是化粪池 就是整个城市的人 拆了出来的东西 就在那个制造月饼的工厂的隔壁 那你想想那种味道是多少 你也知道食物是吸味的嘛 那旁边就是化粪池 基本上真的和吃的东西都没有分别 真的很噁心 那老实说 你说月饼这些东西 好吃吗 就真的见仁见智 但我想告诉大家 它真的是月饼拆出来 每一块都超标的 那些莲蓉是超标的 皮就是甜的 蛋黄这些全部都是多余热量 和卡路里 和多余的胆固醇 所以其实真的小食为妙 不知道杨千华送给汪亚姐的美心 又会不会是这些假月饼呢 但是汪亚姐自从出了那一局 他看到细色真的不对 玩就玩得很抽 猜不到有这样的效果 我相信他真的看了网上 别人给亚千华的评语 他发觉自己是大力了 然后立刻在他的个人Facebook 又出了一张照片 汪云泉就在他的个人Facebook里 就贴了一张照片 就是Cucci的 和一对BlingBling耳環 写了 较早前9月3日 接受千华的邀请参加拍摄千言万主 分享生活点滴 大家认识了很久了 相当熟 所以天南地北就无所不谈 尤其在抗疫期间 千华就学烹饪做蛋糕 说他很叻女 内容大概在10月中就会看到了 汪云泉说千华知道他喜欢Cucci 就送上新款的T恤 和BlingBling的鑽石耳環 多谢我 说很漂亮 他这个贴文一出 其实也不是很多网友支持 正常来说 为什么汪云泉会贴完月饼 又立刻做一个铺子 主力是说杨千华 我相信就是他打算帮千华辟谣 那你问我他开头是不是有心有点玩意呢 那当然有 无端端怎么会写简体字才行 为什么杨千华的华字要简体字才行 你说汪亚泉不懂写繁体字吗 汪亚泉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生活 就比我和你更长 怎么会无端端写简体字呢 那当然有点玩意 可能他也想不到网民的反应这么厉害 你知道之前杨千华搞墨路人 那里又搞得获足 就算其他的cast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因为杨千华一个 足以引发一场网络批斗大战 汪亚泉应该昨天看到结果之后 觉得这么厉害的吗 就立刻补飞了 因为都曾经受人二分四 送过一些礼物给他 你想想原来他们那些上游的大明星 常常要买些东西送给人 因为我以前在电视台上班 我都有听过不知道哪个高层 遮什么遮什么遮的生日 那些小生去他们家玩 每个都送家电 送家具 送家具 沙发 有些甚至是指定要你送什么给他 哇真的 原来你们在上游明星界生活 常常要送礼物 看到汪阿姐贴的两件礼物都是名牌 你说Kuji 还有什么 鑽石耳環 这个鑽石耳環应该不会是流 不是朱耳省 汪阿姐说鑽石 Bling Bling 那汪阿姐 这个报告出了之后 其实就不是很多人关注 但是大家就 極度关注杨千华的美心月饼 可以说做这个圈真的是一沉百彩的 其实你搞了一件事出来 大家的风向是 哇好爽啊 好过瘾 好心良啊 就算当事人帮他去洗白 其实千华也不是这么沽寒的 他曾经也送一些固执 和鑽石耳環给我的 你看一下 但是你看那个报告 只有千多赞 只有十二个分享 但是昨天杨千华被人罵那个报告 全城的报纸 各间的传媒 撕一头条 是不是 我相信有些有良心的传媒 应该都会继续跟进这件事 继续发酵这件事 但是网民也是不断追击杨千华 不放过他 有个说什么 连我这些平民 都不会把美心月饼 转送给其他人 他说杨千华新区豪宅 都送了这些韩酸货 实在是太论息 太沽寒了 他自己还要去品尝那些外国贵价货 真的 好啦好笑的 那些人 其实都是一些艺人铺一些东西出来 给大家炒作一下 但是网民那种批判心 就当自己是法官 现在汪阿姐 去帮千华 尝试去洗白一下 看到小侄女 他又不是一个 没有心的后辈来的 你说月饼之前 都送过一些名牌衣服 bling bling耳環 可能汪阿姐觉得自己 都玩得过分了 打算帮帮个后辈 谁知道网民其实依然是追击杨千华 没办法的 香港人最喜欢就是打落水狗 所以 杨千华的问题 是会继续发展下去的 而昨天所说 薇辣有位澳门小姐 就参加来的央视晚会 那杨千华今时今日的狼狈下场 就是当天他 其实都是做回自己的事 笑嘴地握手 其实从小到大看到他都是这样的 他都是做回自己的事 那接着就会到薇辣的艺人 麦加恩 会不会又会搞到这样的下场呢 那就真的要看看他们的公关造成如何 啦